咬枝不吃雪,唯有暗香来 臭宝的梅花养的要嘎了,寄给咱了 咱继续挑战臭宝们寄什么花 就帮花友们救活什么花 相信梅花大家都不陌生 其实一直跟花友们说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养盆景梅花 你得有一个良好的光照,大大的阳台 要不然就像这位花友一样 这个梅花嘎了,救不活了 已经噶屁了 通过树皮的颜色看得像个古里红 这就是红霉了,看到没 漂亮吗 给它做个根雕吧 嘎了花友救不活了,感觉 比如说老花嘎,那你死马刀活马一一下 像这种病如高荒的应该怎么救 我们也学习一下 那好的,我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你养梅花也好,干什么也好 这种土一定不要买 有的话说,那你跟我说用什么土 那你要花钱的还是要不花钱的 你们说是要花钱的方案还是要不花钱的方案 不花钱的方案是吧,那走吧 臭宝看到了吗 你找点这种食指垫到底下,看到没 大块的 因为它这个盆底下容易弄沙子嘛 找点大颗粒垫底下 在干嘛呢 在找这种沙子工地上 最好是这种粗沙 垫上一些 然后干嘛呢,种起来 沙子是万斤油的东西 你们想不花钱 能够获取到的最直接的 适合种花的质料就是沙子 我不希望花友们问一些个很幼稚的问题 是哪那沙子啊 是河沙还是矿沙 你要明白的就是透气啊 粗宝 这样就完了 然后呢,浇一遍透水 给它下点药 之后呢,咱们找水 你看这个也没有给它洗根 也没有啥的 这就是最便宜最简陋的一个方式了 用点这个生根液 我用的是会丸的 养花用会丸嘛 省心不省钱 然后放点三菌药 你家里边如果没有老花一用的这些个 你比如说小黄二号跟二没零 你还可以用点多菌零之类的 就你们家里边有什么方便用什么 没有的花有 你可以买一个 你看这个小黄二号啊 还是比较性价比高的 死马当活马一啊 有的话说能活吗 够强 再来点恶梅林 就放点沙菌药 然后搅拌均匀 有的话说老花一用沙子这那那那 你要明白啊 植物的根系生长 最好的生根液就是氧气 你要保证它透气性 然后呢 咱们这么给它救完以后啊 放到哪里 你看到吗 放到树底下了 不是不能晒太阳 是能晒 避免强光的暴晒 明白这个事吗 说我 还有的这个 再给大家说一个不跌地气的事哈 为什么叫不跌地气 这个植物的根系 它是找水 没水的时候它爱长根 它一般呢 它就会往下长 很多的花有是啥呢 这个花盆底部没有潮湿气 就让那个根一下子就干掉了 知道吧 所以说有的话就是说 你们养的那个花在那那那 浇了水以后 它也散不过进来 是吧 还不干呢 它下面都都已经没水了 都已经汗死了 这叫不接地气 地上有潮湿气 能够引根 把这边水浇透就行了 生死由命 富贵在天 这就是不花钱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了 可能话说老师 你有大棚 你这样你那样 在室外一样一样 你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 懂了吧 只要是根长出来就没问题了 这个要是再长来两个月就好了 这个已经病入高荒了 基本是救不活了 除非说是什么呢 医学奇迹 它自己能活过来 这话说老师 你又没有一款很神奇的药 弄在那灯一下就活过来 我哟 那我搁这干啥 我去博物馆 我给恐龙化石 我给它滴点药 那变成活恐龙 我还学什么马斯科 发什么火箭 发大财了 我就明白了这个事吗 植物这个东西 它能自己有生命力 它能自己去生长 咱们人做的就是人为的 去帮助它 懂了吧 好了 希望这些花儿的花 早日康复 希望我们养这些花儿的 学到点东西 你天到晚 这些花儿的老花儿 我那个不接地气怎么办 要不接地气 你就拿个大托盘 里面放点沙子之类的 给它做个那种 类似于那种招折的感觉 但是最好是用沙子 这种粗一点的沙子 就潮呼呼的 让它引根就行了 就做个沙床嘛 你可以去看很多养盆景的 会做那种沙床 就是那种小盆的盆景 直接放在沙床里 卖的时候直接拿出来 很多花儿 人家这个好串的 到我家就不行了 人家在沙床里面养的 懂得是啊 学到了 记得点个关注 以后给大家分享更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智者一 白了头毛 帮着 大老子 奶昂